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的视频 我是李国庆 短线牛皮没有方向 两份声明 还是很淡? 在未谈到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是哪一样 存一 恒指升了108点 收报27、227点 成交就少了 只剩669亿 大家都好像无心短战 所以说短线牛皮没有方向 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这幅走势图 近期我们出现了原本疑似小伤底 结果因为成交一缩之后 就不是小伤底了 变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局 上就顶着是278、58 下就是26671就有支持 上高278、58就有点阻力 今天如果阴阳触徒就像一个墓碑 冲上去之后下来 以接近开市位那里收市 开市是27252的 今天就低于开市位 一点点就收27227 不过这个就不是持续升势之后 就是不是在顶位那里出现墓碑 压力就不是一定很大 不过基本上都是有机会再回落去 就试27000 甚至乎是26671 上高弹上去的话 暂时是看不弹得很高 278、500会有阻力 好了 这个讲了短线牛皮没有方向这件事 我们继续再讲就是说 两份声明定很淡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份声明 是联署局本周四议息之后的议息声明 在香港时间 星期四凌晨就会公布了 第二份声明就更加重要 就是中美双方公布究竟 集特会在G20有会还是没有会呢 这份声明更加重要 因为距离6月28日开会 其实今天就已经是17日了 只剩10天左右 没理由在最后才公布 未来这10天8天 就是一个关键时期 所以两份声明会影响港股 以至全球股市的好坦 再详细讲讲第一份声明 目前市场对于联储局减息的希望 或者憧憬是很高的 不过就不是在6月份这个月会减息 这个月减息的预期就不算很高 那一般市场相信鲍威尔 就会在今次的声明那里 就改变一些用字 然后就暗示或者强烈明示 就7月份会减息 7月份不减息就很大劲 因为市场现在八成多预期它会减息 甚至乎其实有些觉得6月要减息 有些说到6月你应该要减半厘了 不是说去到7月才减息 那6月你不减半厘的话 有些预计7月起码要减半厘 但是当然主流意见都是7月减0.25厘 9月减0.25厘 12月再减0.25厘 这个主流意见 总之来说就是预期7月一定减息 6月份你一定要改声明 如果不改的话 继续维持有耐性那些大件事 这些市场的憧憬落空的话 那就跌到飞起了 如果它说会减息 因为市场都预计了 那也要看它的用词用语是怎样的 一般来说 现在估计会比较好些的用词语 就是虽然经济是滑落 或者它不用滑落 经济保持都强劲的 不过为了应对贸易战 和现在通胀跌下来 所以我们减息 或者我们将会减息 那些人就会觉得 好啊 经济不是太差 不过通胀滑落 和一些应对贸易战的措施 所以减息 这就有兴奋 那会是怎样的呢 就要等个声明去大家留意 在用什么字眼 大家看看美国三个月期债息 近期一直下跌 下跌得都比较急 这幅图 即是说预期 就是未来三个月 都是减的 减很多的 减得几急的 初头你现在猜 如果7月减0.25厘 9月再减0.25厘 那这个就合理预测了 之后呢 12月是否真的再减呢 当然再要看到时的经济状况 减息之后的反应是怎样 那一样东西 题外话说一样 其实呢 一路的息口发展 特朗普好像真的挺准的 他自己其实不应该做总统 因为现在民望这么低 拜登也比他高 但是他如果自己委任自己去做联储局主席 可能更加称职 因为他经常说那些息口的走势 似乎又准 很有趣 那无论如何都好 希望今次联储局会议之后 声明是好像市场那样如期 万一不是的话 大家小心一下 小心市 如果不是的话 会跌的 会跌得多紧 就算它是 而又说得不太好 的话 市场因为充分反应 都不一定会利好 所以除非它充分反应得很好 那市场就有利反弹 好了 这个第一个声明 第二个声明更加重要 刚才说到就是说 究竟中美双方会不会 集特会 究竟有没有会 这个都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起码这一刻 还是未知 只剩下 距离G20 6月28日大阪开会的日子 只剩下10天左右 今天6月17日 到今天都未公布 已经是很不尋常的了 美国一直都说希望和他开会 最初说不是希望 特朗普很囂張地说到 习近平如果不和我见面的话 不和我开会的话 我就会加中国关税 如下那3000亿商品 会加关税 最近说到还会 不止加25% 还会加很多关税 中方一直的反应就是 没有什么反应 就是 你问他们外交部发言人 反应就是 如果有东西就会公布 那就是没有东西 所以没有东西公布 唯一证实到的就是没有 就是证实到就是没有 没有公布 好了 一路拖拖拖拖拖拖 唯一市场也有人说 因为习近平还是外访之中 俄罗斯 蒙古 那些都未回到来 他未回到来 未定到案 不知怎样 所以就没有公布 这个可能是一个解释 看看他回到去 之后 什么时候会公布 相信大家又要开会 又要什么 究竟见还是不见 如果是见 会 今次就会无好会 焰无好焰 是吧 那 随时是鸿门焰 上次其实 在阿根廷那次见了一次 大家本来双方又达成了一些协议 结果谈了几个月之后 又不欢而散 那今次究竟 又会不会见呢 会见的话 都是什么 美方都会很大压力的 那 随时都是给美国玩的 你知道特朗普那些性格 讲完一大论之后 大家又有一个协议之后 但是最后可能 一句不合听 不合他们的意思的话 又会加关税 那即是其实建立都可能 是未必一定有用的 但是作为这个 即是中美两个大国的元首 特朗普 亦都通过这个 这个大气波 和大家都讲了很多次 要开会的 那你说不见呢 又好像又有些问题 所以究竟这个会是怎样呢 这个声明怎样说呢 是吧 那我觉得也是值得留意 如果没有会 不会见的了 那这个股市真是大劲 会跌的 大家不要调意轻心 如果说有会呢 那可能不会有少少 短期有少少刺激状 起码都抱有一个希望 就是说 又经过了一段时间 大家都好像 就是 不是几乎 那样 那现在又好像 有得谈 起码有得谈 都比不谈 那市场都会稍稍稍兴奋 少少 乐观点点 说点点的就是少少 不要当它一定是行 因为过去整年了 还有这次贸易战 不是贸易战 那么简单的 就是是吧 就是美国要打老耳 是很困难 很长期的一次抗争来的 所以呢 就算见也好 都没有抱有太高的期望 好 所以这两个会 会决定短期 港股的很淡的 那暂时来看呢 就会在低位那里增持上落 就在那里上上下落 这个位 那A股来看呢 都是在这个水平 两千八三千之间 上上落落 跌又不会跌得去哪 升又不会跌得去哪 好了 那还有十日八日左右 这个市场 会怎样呢 那可能呢 资金就不是很多的了 就短线轮流炒作 今天呢 那些资金就流去炒本地地产股了 那如果升幅最大的 就是 限制成分股 最大的就是 九仓置地 今天升了近3% 但是基本上 都是一个跌浪的低位反弹来的 就不是说有些什么的看头 暂时这一早的 一浪低于一浪的跌浪 都是没结束的 所以就不要那么高兴 顺和置业也是 在跌下来之后 在低位那里增持 有些少少反弹 除非它扭转 升破了之前这个高位 6月11日高位 13.24 有机会出现了一浪高于一浪 否则的话 这里都是一个 暂时未是很乐观 何况今天成交都不算大 新世界第三位升幅 升2% 跌下来之后低位增持 也不是一个很转小的形态 唯一地产股里面 最好的地产股 现在是哪一只呢 就是港铁 港铁呢 现在是大半只地产股 就不要当它是铁路股 小半只是公用股 铁路股 它是本港其中一个 最大的地产发展商 破了顶 今天最高升到50.3% 收市49.75% 这只股真的像一浪高于一浪走势 它和领展呢 都是那些一路上升 当然它没有领展那么强劲 不过今天 都是冲了上去的 如果要看 真的要买地产股 这只就是首选 好了 今日分析是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